OK兄弟们大家好啊 我大炮啊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嘉宁江西宝的这个环宫的一个单条角 对面的话 对面的话是一个天宫 观战番的话是一个翻寸 天宫打翻寸 天宫打翻寸你不要看 就如果说是翻寸打翻寸的话 那对面没有一数的话 大概率的话是点击尾都没有 因为观战番可以分身 对面分不了身 但是对面是天宫这个东西的话 就不好讲了 得看对面这个天宫的话 能不能拖到56回合 有天雷鹰骨 所以说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看一下对面这个天宫的话 看性怎么样 对面是肯定是没有机会封观战番啊 因为观战番的话 乌宗仙拿到一个一数 就有时候你们会问啊 现在打环宫单挑最猛的职业 就如果说在同等的硬件下面 就是同等的金额 就是你也是100万的号 我也是100万的号 你也是10万的号 我也是10万的号 就是PK技术也不差 就是两边PK技术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面 梦幻西游环宫单挑最厉害的门派 所有门派 最猛的门派还是武装冠 就是封系里面是没有一个门派 能够打得过武装冠的 因为武装冠他不需要封你 对吧 只需要给宝宝加这样令旗就可以了 封系本身就是靠宝宝输出 对吧 宝宝有这样令旗就可以了 而且他这样令旗的话 一加150回合 他不是说你加一把敌的话 只能加一回合 就所以说的话 如果说是武装冠 对面是武装冠的话 只需要给宝宝加这样令旗 那你封我的话 我可以定神先进去 所以说单挑 就说你们自己想玩还宫的话 单挑最猛的门派 还是武装冠 那你武装冠打什么法系啊 本身就有前挪 对吧 又可以套 又可以套特技 所以说武装冠是真的猛 比赛的话16回合 对面的话 有一个高鬼魂的一个耐法 对面花里胡哨吸血 对面的话 粘点灵源 这个时候的话 关键帆的话 要想办法消耗一下 对面的一个灵源 不要直接换灵刃引弓 这个是灵刃力批 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帆粘点灵源 3500 有点批不太动 可以看得到 对面这个看性 也是有 有东西 OK 对面的话 选择用了1.0元 来清掉关键帆的一个 灵刃力批 那等于说 比赛 想卡56回合的 7.0元的话 又得往后面 延迟8回合 关键帆的话 翻村是一个一数 但是没有办法 打开局面 看一下 有没有高级驱轨的宝宝 就是你翻村这个门牌 你打其他的门牌 其实关键帆可以不用急 就是分身之后 我可以摇鬼气 摇金魂灵 把你的宝宝清掉 对吧 把你的宝宝摇跑 我再出宝宝 但是关键帆这一把 为什么这么急呢 因为对面是天宫 关键帆的话 拖回合 是我就是 变向的给对面斩灵远 所以说关键帆的话 也没有选择拖回合 就是没有选择分身之后 不停的给对面 摇鬼气 清魂灵 对面的话 利劈的话 也是有点劈不动 利劈劈不动 天宫这个门牌 本身就是仙族 仙族的话 繁育存在比较高 但是天宫这个门牌的弱点 每个门牌都有弱点 天宫这个门牌的弱点 就是 全梦幻西游里面 法术繁育最低 好吧 天宫的话 门牌技能的话 是加气血 没有加法术繁育 随手的话 关键帆的话 一把私心 一把定心 一把私心的话 一把地听的话 还是有机会 比赛的 比赛的话 三四二回合 咱们先点一根滑着 关键帆的话 选择分 对面的话 用过一点零元 应该56加8 要到64回合 才有7.0远 主要是关键帆 没有高级驱轨的宝宝 他清掉对面的宝宝之后的话 对面其实是不太 赶不出宝宝的 你懂吗 我给关键帆主动换宝宝了 这个宝宝的话 是没有凝刃 没有凝刃的话 那大概率的话 是一个逆魄的 一个散恶友报 这边的话 给对面封了一把私魂 对面起了个盾 起了个盾的话 感觉也不是那么痛 给宝宝来了一把 放下涂涂 那有点散恶友报 有点散不太动 而且再散个几把的话 可能宝宝的 魔法石就不够用了 对面的话也不换 比赛的话 41回合 关键帆的话 因为翻寸嘛 对鬼魂术的东西的话 伤害翻倍 这边的话选择用五雷咒 感觉没有什么用 关键帆没有高区的宝宝嘛 对面4.0元 这个散恶友报的话 还是不停的散保 他清不掉对面这个宝宝 对面也不会用什么 定神先擒什么的 关键帆选择分身 分身还不如给宝宝丢一把鬼系 新婚礼 比赛的话 448回合 两边的话 有小号看血 对面的话 主动换了一个宝宝 关键帆的话 5.0元 就是关键帆 给对面封一把 施魂如果说一般三个野暴的话 是生死绝的一个内单 就是你施魂再配合战敌 再配合生死绝的话 其实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 比赛的话52回合 对面的话宝宝速度更快一些 关键帆的话也是出了一个同样的一个小孩 那对面还是小孩 速度更快一些 关键帆的话 直接给宝宝加敌 对面是加不了敌 对面要斩灵源 这边的话也是有看血 没有选择加敌了 但是伤害差了那么一点点 人物的话补了一把钱 石油直播1700 封了一把尸魂 还有5.0元 对面的话换了一个地厅 平坦差一点点 兄弟们 他有些三寸带破水宽弓 你懂吧 对面的地厅的话 没有须弥 没有须弥 心跳关键帆的小孩 对面的话 马上7.0元 兄弟们 64回合 7.0元 化身为封号斗罗 兄弟们 看过那个斗罗大陆的那个小说没有 对面马上要成为封号斗罗了 就是64回合之前的话对面是雷阵子 64回合之后的话对面就是那种 就是修计里面的那种雷电法弯 就是玩者荣耀里面用雷霆击破黑暗 对面的话出了个引弓 轻顺法 因为关键帆有宝宝在场的话 也会吸收一个雷电的一个伤害 7.0元 看一下对面这个0元什么时候丢啊 关键帆的话分身 我觉得可以丢了呀 对面的话鬼气 他7.0元可以批三万多点血啊 兄弟们 关键帆的话得出宝宝 砍三害啊 出了个瞬机利劈 那如果说是7.0元再加一个3.0 对面的话选择先用吸血 来压低关键帆的一个血 血线 关键帆的话应该是一万五千点血 吸血的话吸五分之一嘛 吸了三千 等于说关键帆是一万五千点血的一个属性 我觉得对面可以宝宝破分身之后的话 可以用五连轰顶轰击把 轰击把的话可以先天天鹰骨了 这个时候关键帆的话没有宝宝了 对面的话宝宝破分身先轰击把 比赛的话73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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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天天鹰骨 直接天天鹰骨 你看这样真的猛兄弟们 今天这一天 骨头 咱们 填